每天一分钟健康又轻松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服用维生素C片 觉得维生素C片能够提高皮肤的抗氧化能力 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以及提高免疫力 恢复体力等等 那糖尿病人适合多服用维生素C片吗 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王大夫为我们讲解 王大夫您觉得糖尿病人适合多服用维生素C片吗 维生素是维持人体生命不可缺少的一个物质 那么其中维生素C对增强生命的活力 促进伤口的愈合 还有防止贫血 动脉硬化等方面 有卓越的功效 对 它功效很显著 印度很广 但是维生素C不是人人都适合吃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 经研究发现 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过多的服用维生素C 会对他的心脑血管造成伤害 这怎么说呢 您具体给我们讲解一下 因为人体内的抗氧化和防御系统 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 要经过一系列的特别复杂的过程 对对对 维生素C进入人体之后 与自由基发生作用产生一种物质 叫潜氧化剂 潜氧化剂 而这种物质呢 首先呢 必须要经过其他的抗氧化剂的解毒 方能才能 方能显效对人体有益的功效 而这个糖尿病患者呢 是缺乏这种迅速解毒的功能 对 它体质不同啊 糖尿病患者 对对对 所以说维生素C 在体内产生的一些有害的物质 不能很快的去排泄出来 不仅起不到 对人体有益的这么一个功效 反而呢 对人体这个细胞啊 产生了很大的伤害 适得其反了 对 所以说糖尿病患者 一定要慎服维生素C 也就是这样 防止呢 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看来咱糖尿病一定要慎服 维生素C片了哈 对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糖尿病患者身体就是缺乏那种 解毒的物质 是不是这样王大夫 对 但是如果这个病情需要 确实需要这个服药的时候 可以把每日的这个服用量 控制在300毫克以内 为一 好的 咱们听完王大夫的讲解呢 相信大家都已经明白了哈 糖尿病一定要顺服维生素C片 然后平时呢 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C的蔬果 对对对 好的 感谢王大夫的精彩讲解 好 咱们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